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裴鹏城 今天我要为你介绍一本讲兵马俑的书 说起兵马俑,你肯定不陌生 它是秦始皇陵墓系统的一个部分 位于秦始皇陵风土的东部大约两公里 你很可能在陕西陵同亲眼见过它 七千多件武士俑,数万件青铜兵器 这只所向披靡的帝国之师被定格在地下长达2100年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支神秘的军队才重见天日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呢 兵马俑是古代中国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缩影 也是古人技术和政治权力的伟大捷径 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说 如果说汉字蕴藏的是显性的中国文化基因和密码 那么秦勇蕴藏的则是隐性的 在外国人看来呢 兵马俑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是探索和破解中国文化的第一站 四十多年来啊 随着考古发现 兵马俑的神秘面纱被一点点揭开 但是关于他的很多谜题 其实并没有被破解 比如 在那个战争仍然不断的年代 秦始皇为什么要耗费财力人力修建兵马俑呢 秦朝只存在了十多年 那这个浩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 还有啊 在兵马俑以前古代中国并没有可考证的大型人像雕塑的传统 那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另外 兵马俑不仅没有佩戴头盔 而且呢 留着花式多样的发型 那他们代表的真的是在战场上杀敌的士兵吗 还有 兵马俑沉睡在地下 两千多年都没有被人发现 那最后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让他们穿越时空走入现代人的视野呢 今天这本书就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这本秦勇两千年的作者是一位英国著名作家 他叫爱德华伯曼 他是英国肯特大学 利物铺大学 还有意大利伯洛尼亚大学的课作教授 虽然伯曼不是中国人 但他从2003年开始就长期定居中国 并且担任陕西省西安市的国际顾问 为了完成一部介绍兵马俑的作品 他争取了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 用多年的时间查阅了200多部文献 并结合不断出现的最新研究 写出了这本秦勇两千年 这本书经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严格审定 被看作是西方世界介绍秦勇的最权威作品 这本书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点 首先是这本书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许多研究成果和珍贵照片都是首次对外公布的 你不妨花点时间亲自翻翻原书 其次呢 这本书是国外学者写的 所以书中有很多国内外历史横向对比的内容 能帮我们打开视野 而且啊 本书还大胆地收录了一些很开脑洞 但存在争议的学术观点 共读者思辨 这也是我们在其他研究作品中不太容易看到的 接下来呢 我就从历史 谜团 发现这三个关键词入手 和你一起走进兵马俑的世界 提到兵马俑 我们的第一个疑惑可能是秦始皇为什么要建造兵马俑 难道只是为了炫耀功绩吗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秦朝才刚刚建立 一方面各项事物百废待兴 另一方面呢 刚刚统一的土地起义不断 国家并不稳定 那在这个时候 秦始皇为了炫耀自己 德奸三皇 功过五帝 就耗费力气 搞个超大型的雕塑展 确实不像是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实干作风 对于这个问题 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 平衡 第一部分 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看看秦始皇为什么一定要建造兵马俑 我们把时间从秦朝再往前倒腾两千年 根据考古发现 商朝有一种传统叫殉葬 贵族死后 特别是国君死后 为了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养尊处优 人们会把战俘奴隶杀死 让他们在死后服侍死者 甚至有的时候 死者的近亲以及宠信的仆人也会被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让他们在那边陪死者聊聊天 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殉葬品 所以呢 这种制度叫做人殉 根据甲骨文献记载 商朝的人殉数目大约有一万三千人 这种人殉制度流传下去 在周朝逐渐制度化 后人经常褒奖周朝 说文王周公至礼坐月 建立了一个令后人无比向往的美好时代 其实这里的礼乐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活人殉葬也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比如湖北隋州的曾侯以墓 也就是出土了非常有名的曾侯以边中的那个墓 就有人殉的考古发现 秦国呢 是周天子分封的一个小诸侯国 也继承了活人殉葬的传统 并且呢发扬光大 史记记载 公元前678年 秦国国君秦武公死后 有66人陪葬 50多年后 秦武公的侄子秦武公去世时 有177人给他陪葬 我们可能会觉得 对于那些被杀死殉葬的人来说 突然被要求随主人而去 必然是被迫的痛苦的 但是在有殉葬传统的社会中 可能并不是这样 有一位研究中国宗教的荷兰学者 叫高岩 他提出 殉在上书里有欲望和寻求的意思 也就是说 在上古中国 与高贵的死者一起埋葬 是一种恩惠 所以呢 死者的仆人和宠幸之人 在接到殉葬的消息后 很可能会对死后世界充满了期待 在他们看来 只要对君主忠诚 他们的地位和财富 就能获得永久保证 那只是为了在阳间多勾祸一段时间 就放弃永生 那太阴小施打 太不理智了 从这儿啊 我们就能感受到 殉葬的文化传统 对人的毒害有多么可怕 不过 在春秋战国时期 很多诸侯国都逐渐废除了人殉制度 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们科学认识水平提高了 或者说人们感悟到了活着的意义 人殉逐渐被抛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太浪费资源了 在古代 人意味着生产力 可以抓他去当苦力 当士兵 还能收缴人头税 那位于西部边陲的秦国 虽然长期落后于东边的各个国家 但秦国人也开始反思人殉制度 秦宪宫 就是重用商鞅的那个秦宪宫 在搞变法的时候 就下令废除了活人殉葬制度 不过呢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 不可能因为一条法令就彻底消失 前几年 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芈月传》 芈月呢 就是历史上的秦宣太后 她生活在战国后期 关于她有这样一个故事 秦宣太后临终前 下令要她的情人 魏子陪葬 魏子急忙找了一位大臣 替自己求情 大臣对宣太后说 您认为人死后还有知觉吗 宣太后说 没知觉 大臣说 太后您可是无所不知的人 既然您都知道 人死后不会有知觉 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活生生的爱人 和无知觉的死人埋在一起呢 死人如果有知觉的话 您在先王死后 竟然宠信别的男人 先王知道了 一定会大发泪霆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 到战国后期 人们已经意识到 人死后可能并没有知觉 活人殉葬制度 无论是从经济成本 还是实际功能来说 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但作为一种传统 它还时时被人提起 你看传统啊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是与实用主义脱钩的 由于有前人的反复实践 并且经过时间的长期认证 传统就变得约定俗成 不需要利用 一句话 前人怎么做 你照做就是了 这种传统与实用之间的矛盾 一直持续到了秦始皇时期 到底是顺应潮流 放弃落后制度 还是继承古老传统呢 万一死后 真能升天怎么办 怎么平衡这种矛盾呢 通过兵俑来替代活人 就是秦国统治者 想到的一种平衡办法 如果你有观察过 秦始皇陵的各个兵俑 你就会发现 目前出土的 七千多件兵俑中 他们的相貌 是各不相同的 澳大利亚一位考古学家 用面部识别技术 进行了详细排查 结论是 兵俑的相貌重合率非常低 这是因为当时的工匠水平有限 生产不出完全一致的流水线产品吗 但如果你继续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兵马俑的相貌 虽然各具特色 但是整体风格是统一的 统一的风格下 根据兵俑的面貌发型 还可以比较清楚地联系到当时全国各地的装扮 比如北方的中原人 东南部的楚国人 东北部的赵国燕国人 南部的四川巴蜀人 还有甘肃一溪的游牧民族 这显然是高超技术加持下有意为之的 有这样一种猜测 这些人勇是受人之托制造的真人替代品 目的是为了代替真人殉赞 也就是说 这些兵勇其实是有真人做模板的 如果这种设想是真的 那也进一步证明 在现实面前 秦国的传统做了妥协 不过秦始皇自认为是千古一帝 陵墓作为他的归宿 一定要空前绝后 兵马俑确实气势辉弘 但如果完全缺少了活人殉葬 仪式感总归差点 这时现实的一面也做了妥协 秦始皇陵墓中 仍然有数百名嫔妃和数十名工匠陪葬 但请注意 由于殉葬的人主要是非嫔 而不是在当时担任主要劳动力的壮年男性 这也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某种平衡 另外 为什么墓葬中还有少量工匠呢 他们可是技术劳动力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墓地里的许多秘密 所以不能放他们出去 到这儿呢 对于秦始皇为什么修建兵马俑 我们或许已经找到了答案 这是秦国统治者通过工艺技术 在传统和实用之间艰难平衡的结果 由于有了制造兵勇的技术 传统获得了延续 凸显了千古帝王的不同寻常 同时呢 也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现实需求 避免杀害太多劳动力 给不稳定的帝国统治雪上加霜 既然说到技术 那庞大的地下军团是怎么快速建立起来的 秦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大型雕像的传统 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 古代工匠如何造出近万名陶俑大军 还有 看看那些兵勇各具特色的发型 他们代表的真的是上阵杀敌的将士吗 第二部分 我们就抓住谜团这个关键词 看看考古学家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答案 在这儿呢 要先说一句 刚才提到的那些谜题啊 其实直到今天还没有改观定论 但这本书记录了很多最新的考证 在这儿我介绍给你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释 欢迎在文后留言 目前兵马俑开放了三个坑 坑中兵勇的身高 大多在1米75到1米85之间 意味着这是一群高大威猛的精神小伙 兵勇的涂绘和色彩也做得非常棒 就单说黑色的眉毛就非常惊喜 在衣服颜色方面呢 有朱砂红 粉红 绿色 灰绿色 翠绿色 丁香色和天蓝色 他们各具特色 但整体风格统一 就像是照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做出来的 这儿就有个疑问 根据考古研究 秦代以前的中国墓葬中 只出土过几厘米高的微型雕像 当然也有一些是浮雕青铜器 像兵马俑这种栩栩如生的大型人像 秦朝以前是没有的 那兵马俑的灵感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技术显得这么成熟呢 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卢卡斯认为 兵马俑在秦朝的出现 可能和古希腊的雕塑有关系 他提出公元前四世纪 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 曾经到达了中亚地区 希腊文化以及一些希腊人呢 就被带到那 公元前三世纪 中亚一带出现了一个叫 巴克特里亚的国家 它可能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 大夏 这个大夏王国和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地区 有广泛的交流 而今天的甘肃天水 正是秦国的发源地 也就是说呢 崛起于甘肃的秦国 可能长期与西域中亚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在甘肃发掘出的战国末期的文物中 就有装饰着金银玻璃珠的战车 具有鲜明的欧亚大草原风格 那卢卡斯凭什么说兵马俑和古希腊雕塑有关呢 卢卡斯提到 《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秦国为了防止民众反叛 收缴了民众的武器 在首都咸阳融化 筑成了十二金人 这儿的金指的是青铜 那这十二尊青铜雕像 很可能和希腊传统雕塑有关 古希腊呢 有人像雕塑的传统 而十二这个数字 或许对应的是古希腊的十二主神 另外一些出土的武女和马戏杂耍雕像 他们在运动时 骨骼肌肉和肌腱结构 与古希腊雕像作品也很接近 还有啊 考古学家也在西北地区的一些死者遗骸中 检测到具有欧洲特征的DNA序列 卢卡斯猜测 他们或许是来自欧洲的技术工匠 不过啊 一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首先 冰马俑和希腊雕像 在制作材料工艺上有巨大差异 希腊雕像多是以大理石雕刻而成的 而冰马俑呢 是用陶瓷制成的 是陶艺作品 另外啊 冰马俑的制造动机来源于现实需求 上一部分我们提到 上古中国有人训习俗 秦国为了避开这种陋习革新出全身像人勇 这是合理的演变 还有 虽然中国西北发现了具有欧洲遗传基因特征的头骨 但他们并不一定属于希腊人 毕竟一些希腊人独有的遗传基因 并没有在那些头骨中找到 关于冰马俑的创意来源 我们已经获得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件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兵马俑中有军士俑 力射俑 贵射俑 骑兵俑 还有马俑等等 作为秦氏皇陵的一部分 兵马俑的建造 是跟整个陵墓工程共同进行的 据计算 秦氏皇陵的整体面积 是56平方公里 大致相当于78个故宫那么大 这么浩大繁重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先算一笔时间账 秦朝只存在了十多年 那这个工程显然不是秦朝建立后才开始的 据记载 其实在秦氏皇嬴政即位那一年 他的陵墓修建工作就启动了 那时的嬴政才13岁 这个工程持续了39年 直到秦始皇去世两年后才结束 按照习俗 君王死后 陵墓工作要迅速收尾 当时的秦国正风雨飘摇 全国各地爆发了起义 也就是说 这儿有两个刹车 一个是秦始皇去世 陵墓必须要迅速建好 一个呢 是秦国政局动荡 大型工程需要尽快完工 就算是这样 秦始皇陵工程的收尾工作都用了两年 可以想象 这个工程的规模有多大 算完时间账 咱们再看人力账 司马迁记载 参与这组大型工事的有70万人 当然这70万人会被分为几波 分头负责不同的事情 比如修建阿旁工 修建陵墓主体 修建兵马俑等等 先不说别的 组织管理这么多人 放在今天也相当困难 司马迁的寥寥给予 可信吗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70万人工作是有可能 根据汉代文献 秦始皇下葬不到20年 汉代第二任皇帝汉惠帝 就搞了个大项目 他在原来秦国都城 咸阳的东南方 造了一座新的城市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长安 那汉惠帝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把握了三个要点 第一 工程分阶段进行 比如营建新都 汉惠帝先下令 在都城附近召集了14万劳役 建造城墙 一个月内加急完成 修整几个月后呢 又调集了2万囚徒 进行后续的工程 两年后 再召集14万临时工 做接下来的事情 那第二个要点呢 是强化管理 比如 为了防止那些戴罪之人 在干活的时候趁乱逃走 汉惠帝就下令 把所有行徒的头发 胡须都提光 这些人只要溜掉 就会被发现揪回来 第三个要点呢 是统筹粮食 为了保证工程正常进行 皇帝下令 咸阳300里内不得拾起骨 也就是说呢 咸阳300里范围内的人 不能吃骨子 要把粮食调集起来 供应工地的需求 而秦氏皇陵墓的修筑呢 只比汉惠帝这个工程 早了几十年 做法也应该是类似的 当然规模应该更大一些 作者进一步推测 因为秦氏皇陵的建造 是个漫长的工程 70万劳役中 有很大的比例 应该是女性 她们负责食材 生活做饭 还有纺织等后勤工作 另外 实际记载 有三万户家庭 被迁到林牧区工作 这些人 不仅全家搬过去 甚至他们的乡立乡亲 都搬过去 秦国政府呢 便可以通过户籍系统 进行更低成本的有效管理 说完了时间和劳动力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要紧的问题 制造兵马俑 不只是力气活 更是技术活 甚至呢 是艺术创造 这并不是说 秦国政府把70万人 呼呼啦啦赶过去 就能搞定的 作者给了三个答案 学徒制度 模块化生产和质量抽减 秦国法律文献记录 秦国有很多国有作坊 想要学技术的人可以申请 但通过率呢 只有30% 通过后 他们有两年的学徒期 师傅会手把手 教学培训 在兵马俑的批量生产环节 作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 模块化 比如 一个站立式的兵俑 可以分为七个部分 我给你从下往上数 分别是 肌座 脚 衣服下的双腿 包括衣服在内的躯干部分 手臂 手 头 每一部分呢 都是单独制作的 最后再组装起来 那如何保证工程质量呢 秦国的办法是定期定量抽检 从原材料到成品 从兵马俑的各个部件的重量尺寸 都有巡检员检查 工甲还被要求在完成的作品上签名 用这种办法迫使工甲谨慎负责 完工一年后呢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 相关人员会遭到边刑或者罚款的惩处 就这样啊 成千上万的兵友被造出来了 他们共同组成了秦始皇的地下军团 秦始皇的陵墓在西边 军团在东边面向东方 背对着秦始皇陵 这既代表着秦国兴取于西锤 向东进发的魄力 同时呢也象征着秦始皇在死后 仍然要监视东方六国的决心 但有人提出反驳 兵马俑名不负实 兵俑并不是士兵 不是军团 陕西师范大学的刘九生老师 有三个证据 我们先说兵俑的扮相 兵马俑的士兵都没有佩戴头盔 这显然不是在战场厮杀时候的状态 而且啊 他们的头发造型各异 看样子就很难打理 我们很难想象 士兵在战场上冲锋的时候 突然叫停三分钟 摆弄自己被风吹乱的头发 再看兵俑的武器 很多兵俑手中的武器 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 作战常用的弩、匕首、长矛 而是一些理智武器 也就是说呢 其中的很多人可能是仪仗队 最后我们再看兵俑的站位 兵俑距离秦始皇的距离不算很远 秦始皇生性多疑 为了避免被厮杀 他禁止任何人携带武器靠近他 甚至呢 在各个宫殿修建了廊道 避免自己暴露在外 能够靠近他的都是地位很高的贵族、大臣 所以对于秦始皇来说 兵俑更像是贴身的保镖或者仆人 但这些观点的反对声也非常大 他们认为兵马俑的兵俑就是士兵 理由是呢 兵俑中更多的还是携带武器的士兵 另外 秦国士兵作战时可能就不戴帽子 这是为了不给秦国士兵留后路 让他们拿出十二分的勇气冲向敌人 不把敌人的头颅砍下来 就把自己的头颅留在战场 正因为这样 秦国士兵被逼成了一只虎狼之士 对于这些谜题呢 人们众说纷纭 到现在还没有盖棺定论 其实不只是今天的我们 两千年来 很多人都在谈论秦始皇和他李牧的故事 只不过 由于这一切都被深埋在地下 无人知晓 甚至到四十多年前 很多人还都坚醒 秦始皇宁的事情 只是人们口中的传说 那兵马俑在地下 沉睡两千年安然无恙 他们是怎么穿越时光隧道 在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呢 第三部分呢 我们围绕发现这个关键词 来简单看一下 兵马俑是如何被一步步发现的 秦始皇去世一个多世纪后 司马迁写出了 号称史家绝唱的史记 为了写这部作品 他翻阅了大量的古籍 并且四处走访 对于一些他拿不准的重大历史事件 他记载了多方说法 但对于秦始皇陵这个工程 司马迁原本可以大书特书 批评秦始皇荒淫无道 但司马迁只提到了很少的情节 比如有七十多万人工作 他们把奇珍异宝和官果放在一起 然后装设了各种机关进行保护 全文中没有提兵马俑半个字 司马迁应该是距离秦始皇时代 最近的一位著名史学家 连他都对兵马俑一无所知 就更不用说后世的人了 那兵马俑是怎么发现的呢 两个字 巧合 1974年的春天 陕西关中的一场干旱威胁着当地的水果收成 一群农民在陕西西安市外挖井 挖着挖着呢 他们发现了一些硬东西 刚开始 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古老的砖窑 几天后呢 他们挖到了一个宽阔的深洞 里面甚至出现了一些淘气质地的红色头部 这可把农民给吓坏了 迷信的村民认为 这些发现会带来灾难或者厄运 纷纷烧香寻求保佑 这件事情呢 后来传到了陕西陵同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耳朵里 他在走访发现的地点后 把发掘到的东西带回博物馆 开始进行简单的清理修复工作 那个时候 交通通讯非常不便 再加上处在一个特殊时期 这点小文物的发现并不会引起国家的重视 但恰好 有一位驻北京的记者在灵同探亲 听到消息后 这位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签字报告 这份报告很快引起了国家的注意 于是呢 一个小组行动了起来 那一年盛夏 有三位考古学家 乘坐牛鼻式解放牌军用敞篷车来到了灵同 他们的任务呢 是调查测量遗址 然后撰解报告 原计划停留一周 所以啊 每人只带了一个帆布袋和一个文杖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在遗址附近的大树下 织上文杖 团队中的一位考古学家叫袁仲一 当年42岁 袁仲一以幸运著称 他之前曾经在发掘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时候 发现了第一批幸存的唐代壁画 而这次呢 他再一次撞了大运 他发现了一把闪闪发光的青铜宝剑 接下来呢 是越来越多的兵永和逃马 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周就能结束的 袁仲一的工作变成了一年三年 后来因为当地建立了研究机构 他干脆留在当地搞研究 他成为秦氏皇帝陵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 这一干呢 就是三十年 直到他2003年退休 到今年2020年 他即将九十岁 但他仍然担任博物院的名誉院长 因为啊 袁仲一这个名字 早就和秦氏皇陵的发现 永远的绑定在一起了 最后呢 我们用三个问题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秦氏皇为什么建造兵马俑 我们围绕历史这个关键词 获得的答案是平衡 在传统和实用之间 秦国人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了两者的平衡 那秦氏皇是怎么建造兵马俑的 我们围绕谜团这个关键词 介绍了几个重大话题 但在众多谜题面前 纵使后人天马行空也无能为力 我们目前能给出的也只是推测 最后 兵马俑是怎么重建天日的 我们围绕 发现这个关键词 回顾了兵马俑重现世间的过程 你会发现 两千年来 秦氏皇陵兵马俑 一直都是传闻中的东西 他们能从故事变成现实 只因为巧合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试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关于秦氏皇陵和兵马俑 如果你知道一些好玩的八卦 希望你能留言分享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